慧玲老師妳好 哈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來聊妳的指甲創業妳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慧玲 那本身是美廚工房有限公司 就是針對指甲的部分 還有就是紅腸神醫 針對指甲設備跟耗材的公司這樣子 妳為什麼特別對指甲這個部分特別關注 指甲特別關注是因為 其實我從小到大就看到一些 像我們家人都會去給人家挖腳皮 就是有點像歐歐蛋嘎的那個部分 那因為傳統就是不是都會有一些 阿醫啊或者是美髮店啊理髮店 我都會看到有一個角落裡面 都會有人在那邊修指甲 那我其實從小就很好奇他們在做什麼 那後來長大慢慢才知道說 原來是很多人都有指甲的問題跟痛苦 那我才慢慢去深入了解說 原來有一個行業就是專門在弄指甲的 只是我都很疑惑說為什麼他們的指甲怎麼修都不會好 或者是越修都越嚴重 那每次修的過程都會有一些傷口啦 或者是一些指甲的問題延伸 那像自己本身家裡的人就是有糖尿病 就是我們家族都有糖尿病的問題 那糖尿病的問題其實我們台灣就是非常的盛行嘛 那後來我才知道說原來很多人因為糖尿病指甲問題 末梢循環的問題也會有節肢的風險這樣子 所以我才特別去關注 那家族就是因為像自己的爸爸還有自己的像表姐啦 還有阿公啊他們都有這些問題 所以讓我從很小大概十幾歲我就衍生出說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拯救我自己的家人 那我想要做這個行業去幫助他們 因為我不想讓他們有節肢的就是意外的產生這樣子 所以就想要投入這個行業 那還知道說原來台灣並沒有竹科的部分 所以我就一直想要去融入這個竹科的部分 就想要去更深入的去了解說原來竹科到底是什麼 那才出國到德國啦還有一些國家去研究 就是逐步的逐步專科這一個部分這樣 所以我們傳統的模式就是找美甲師或者是外科對不對 對 找美甲師或外科或者是皮膚科 因為大部分人家聽到說喔 如果真假疼 就是找一些皮膚科 醫生可能就會給我抹藥啊吃藥啊 那還有一些人會去就是去找一些傳統的 去挖蛋桿的那些一些傳統的方式這樣子 對 那自己本身 因為知道說喔原來從小到大就看到大嘛 所以就發現說欸其實很多人都挖二三十年 其實他並沒有很得到很大的改善 那我一直覺得說這一定有一個方法 他們是可以很快速的讓這個指甲好轉 而且很多人是經過修他才不會痛 可是我的認知是修本來就應該要不會痛 但是他們好像都會定期的好像每個月或者是每兩週 他們就會習慣去給人家修指甲 那我一直很不能理解說一個指甲修二三十年 那為什麼他們都不會好呢 所以我自己覺得說欸我一定要找到一個方法 他們是一定會改善一定會好的這樣子 所以指甲的問題一般都是女生比較多是不是 是因為穿鞋子的關係還是怎麼造成腳的一些變形 其實沒有一定是女生 其實很多小朋友 還有就像我們最小的小孩大概八個月 兩歲或者是一些國小生其實都蠻多的 還有國中生 那老人家也是 其實很多臥病在床的一些老人家 其實他們有一些盪嘎灰指甲 還有一些人會因為長期指甲增後而變形 那有一些人還有甲勾炎的問題 應該是說蠻多的人有指甲的問題 只是大部分的人都會去找皮膚專科 或者是轉介可能會有一些拔掉指甲的一些 醫生就會這麼處理這樣 或者是有一些醫生呢 他們做法都會是像皮膚專科 那皮膚專科他就是擦藥抹藥的部分 對那有一些他會轉介到整形外科 或者是一些門診手術 他叫做指甲重建手術這樣子 或者是甲床重建手術 那這部分一定會有一些傷口 那這傷口的話 如果說我們遇到可能糖尿病足的人 或者是一些中風化療 長期皮膚很薄的一些顧客 或者是一些小朋友 那其實相對就有點殘忍一點點 所以我自己本身是想說 到底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藉由修整 而且是沒有傷口的方式 他也要有好轉的機會這樣子 所以他重建就能夠一勞永逸嗎 重建的意思是 像一般想到的重建就是指甲門診重建的方式 但是我們有一些顧客他也是重建了好幾次 甚至有些人也是會失敗就對 對他還是有一些相對性的風險這樣子 那你為了這個專科你後來怎麼樣學習相關的 我剛開始其實在台灣我們有 我有去研究就是有一些老師 他是有在教指甲的矯正器 或者是指甲的修整的部分 所以其實我也有到一些 像北部有一個很有名的老師 也有在教授課這樣 那我自己是 後來因為他們比較多學科的部分 那素科的部分針對都是矯正器 那其實很多人我也用過 市場上很多很多種矯正器 可是我發現像小朋友好了 指甲很薄的人或者是有一些人 他可能有隱性 他自己可能挖到有一點傷口 或者是指甲本身他有一些 組織液或什麼的 那一般的話我們可能沒有辦法處理 那我們是一樣要先轉接給醫生 那有些醫生可能反反覆覆的處理之後 發現還是沒有辦法 那我們就想說 矯正器是沒有辦法上的 或者是說他是那種鐵絲型的 反正應該是說 我處理過很多的指甲問題 可是發現有一些指甲很軟很薄 或者是指甲很脆弱的人 有一些矯正器是上不上去的 甚至是說如果沒有經過一定的比例的修整 其實你要光駕那個矯正器其實也是不容易 所以我就發現說原來指甲有很多很多的問題衍生 那我後面就想說 到底要怎麼樣修或者是怎麼樣處理 這個指甲他才會一勞永逸 或者是他才能真正的長出屬於他自己健康的指甲 而不是單靠矯正器 因為其實老實說矯正器的費用也不便宜 那矯正器費用不便宜的情況下 如果說今天這個人的經濟不好 那難道說我們就沒有機會去拯救他嗎 還是說只能用手術重建的方式去整理他嗎 所以我自己就因為這樣子去研究了很久 跟指甲相關的一些技巧技術 希望可以藉由修整跟正確的指甲的比例 還有還給指甲最原始的樣子 所以我就一直去研究甚至到德國 還有到像馬來西亞啦 去跟馬來西亞的同學 我們一起去到德國 柏林啊 法蘭克福啊 還有一些Hannover 就是蠻多地方去研究指甲 還有去看一些廠商啊 那我們也有被邀請過去德國的一個品牌廠商那邊 就是去做訪問啊 訪查啊等等的 反正我們去了蠻多地方去做指甲研究的 對 所以過去很多人看不好 他是會認為本來就這樣子 一直會反覆的發言這樣 對 有的人覺得他是天生的 說我們是遺傳家族啊 或者是遺傳什麼阿公啊 我出生就這樣阿 但是其實應該大家應該要知道 很少人會只有出生就會長那個樣子的 一定是藉由一定的什麼原因 那之後後續的導致他變成那個樣子 例如說他曾經可能受過傷 他曾經可能被門夾到啦 踢到啊 還是撞擊啊 還是他跑步啊 登山啊 還是他有一些先感染 因為其實問題指甲分很多種 他其實不只是蛋噶問題而已 他可能會有感染的問題 有針厚的問題 有變形的問題 那他還有衍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 可能指甲的一些 很多人覺得 為什麼我的指甲會長這樣 那有的人是有痛 有的人是沒有痛 那有的人是有發炎 有的人沒有發炎 有的人有針厚 所以指甲會衍生出很多的問題 那我們就要在這麼多問題裡面去找尋說 他是先有什麼 後面才有什麼 那我們才會得到一個結論說 如何幫這個指甲 就是想辦法修整跟重新幫他調整過 讓他指甲可以正常的好轉 應該是要正常讓他自己長出來是好的 而不是我們一直修一直修 他是靠我們修才變好 而是我們修只是 對我來講 我只是協助這個個案的角色 我協助他把這個指甲修整好跟調整好 他應該就要自己長出好的 應該是他自己自然的 可以長出一個健康好的指甲 好的形狀就對了 好的狀態好的形狀 而且不是說以後還需要靠我 因為例如說可能修個幾次或一段時間 他應該就要回來應該正常的樣子 以後不需要靠我們 或者是靠別人一直去幫他挖去幫他剪 而是說我幫他調整好 他長出來應該就要是好的 所以這樣講這個指甲的問題 他有很多先天跟後天的因素 也很難去診斷 但是你們的功能 就是讓他正常的一個生長就對了 我的角色就是協助這個個案 或協助這個顧客 想辦法把這個指甲調整好 調整到一個好的完整的比例 之後讓他自然的可以生長 好的健康狀態 對好的皮膚 好的健康狀態 好的指甲的條件 他自己就應該要自己長出來的時候 慢慢的他就 我們就引導他嘛 引導這片指甲長出來是好的這樣子 那一般他一個療程大概要多久 才能夠恢復到正常 我們有分就是疼痛型的 跟感染型的 如果他是感染型的 我們就要看他感染的弧度在哪 例如說他是表面的感染呢 還是假床的感染 還是說他是不是有一些濾濃感菌啊 還是有一些指甲問題 那當然如果有感染問題 我們還是會建議 我們一起跟醫生合作 一起跟醫生配合 就是例如說醫生可能會開藥 或者是會協助他一些藥物的治療 那我們可以幫他做指甲的環境控制 還有就是做指甲的整結的部分 讓這個指甲的黴菌啊 或者是一些問題慢慢慢慢減少 還是說他脫皮的狀況 這是一個感染的部分 所以他的時間就會比較長一點點 他如果是表面 那我們可能修整完 他可能外表的狀態就會好很多 可是他如果是在我們的甲床裡面 就是指甲裡面 那當然他的時間花的費用 還有就會比較長 可能大概半年到一年半都有可能 那有一些人的指甲是長不出來的 就有可能是完全掏空 或者是完全撐厚的那些狀況的話 大概都要花上大概一年半到兩年左右 但是一般的顧客他第一次 大部分被我們整理過的指甲 好轉度大概看起來的樣子應該六成有吧 就是看起來就覺得哇 就是至少改善很多 對改善很多這個是感染型的 那如果是有一種是人家說的蛋感 或者是甲勾眼這一類型的 如果是會疼痛的 我們家其實蠻快的 大概是今天處理完應該 一個禮拜內他的傷口應該都不會痛了 但是在過程是沒有任何傷口 沒有任何流血的情況下 對我們的做法就是我們可以協助他不需要有傷口 應該是說不需要有新的傷口 也不會有任何什麼疼痛的狀態 他就應該要好轉 就不會用侵入性治療就對了 不會用侵入性對 不像傳統去挖他啦 手術 或者是手術還是拔足啦 對有的人都會指甲刀進去嘛 把他拔出來就說哇 你看我把他的蛋給拔出來 可是事實上不是 應該是我們是協助他的一個角色 讓他引導他指甲長出來 例如說我們指甲原本應該有兩公分 那我們可能以前傳統可能手術的過程 他拔掉0.3好了 那可能他又去外面給人家修或給人家剪 可能又修掉0.2 那是他已經少了0.5了對嗎 那兩公分少了0.5 等於他現在指甲只有1.5 那他應該是我們要協助他把0.5養出來 只要他我協助他把0.5養出來 就是讓他變成兩公分的樣子 他就會痊癒 對那痊癒有分指甲長出來而已 那我們要看說他的腳床健不健康 那他的皮膚完整性好不好 所以完整性越好 他以後的復發機率就越少 所以你說他修復期的時間多長 至少我們處理一次 他至少可以先把大部分的問題給解決 對那疼痛的部分的話 就要看他的嚴重程度去計算這樣子 對那以部位來講 是不是說腳的部位發病是比較多的 因為他相對環境來講是比較不衛生 對應該是這樣說 就是大部分的人的手的條件跟腳的條件 其實手的條件我們自己看比較清楚 但是腳的部分是因為我們一般人來講 就是穿包鞋的時間比較長 或者是可能他 有的人是受過傷 可是他沒有知覺 對或者是說他可能有泡水啦 還是說他可能有一些皮膚上的一些感染 他其實並不知道 因為有時候感染或者是有時候 指甲或皮膚上有一些問題 一般的人其實是沒有那麼重視的 除非他痛 不然就很少注意 對其實我們家大部分大概有八成吧 都是痛來的 那這些痛是怎麼來 就有一種痛是真正的指甲痛 有一種痛是眼睛痛 眼睛痛的意思就是說 我看不下去了 我已經看得出來很嚴重了 對我覺得這個有點糟糕 哇我這個摸起來皮膚上有點狀況了 或者是我這個 就是怎麼會這麼厚呢 還是他看到他的家人說 哎呦你的指甲怎麼會這麼厚 這個指甲怎麼會有這些 有臭的問題啦 或者是有一些變色的問題啦 變形啦 增厚啊 他就是覺得 他看到那個樣子 他覺得他應該很嚴重 他想要來處理這樣 好我們最後來講 你這個專科如果是一個美甲師來學習 會比較快嗎 其實我之前大部分請的 應該是這樣講 如果說是美甲師的話 大家都會認為說他會比較容易上手 可是其實呢 我經過這些將近十年的研究 這些十年研究讓我得知 我覺得完全是白紙的人 其實是我比較好比較好教 是因為以前我們有請過 學過美甲師的 或者是花錢去上課的 或者是去外面工作過的 因為一般美甲師其實他們的做法 比較在表面上的漂亮 他對指甲的內層的結構 又跟一些當他問題產生的時候 他比較不知道如何 應該不能說他不知道 應該是說 他的邏輯完全是不一樣的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美甲師他在做的樣子 就是外觀上的美觀 對外觀上的 跟真正有問題的時候 大部分現在市場上只有兩種做法 一種做法就是用膜的把它清潔除掉 一種的方法是用矯正器 但是其實很多人用了矯正器之後還是發現說 他不一定可以真正解決指甲問題 因為其實用矯正器也有矯正器後續的問題 對 那還有就是如果專業度不夠的話 其實他也會衍生出很多美甲師後面的問題 這樣子 對因為我其實有請過幾個美甲師 那他有來我們這邊上班 但是他們也是有很多問題一直在重複這樣 所以其實後來我覺得如果今天要我再去請員工 我會請完全對這個行業有興趣 其實我們店也是蠻酷的 我們店就是有來一個是 他爸爸本身有糖尿病 然後之後因為指甲的問題而截肢 他所以他非常有興趣 對我們這個正甲行業 我們應該是說我們店就是來了蠻多 就是真正需求 例如說還有些是自己本身有指甲痛 還有自己本身有灰指甲的問題 那還有就是是我們的客人 有的是我們的客人介紹的 有的是他自己本身有痛 有打擱過 有被拔過指甲的 所以他們有親身經歷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覺得我對這個正甲很了解 那跟在我們身邊的人有幾個也是 就是他可能以前在外面處理很久 或者是指甲問題都沒有改善 那後來他就接觸我們之後 就發現為什麼我們家的好轉程度這麼高 他就對我們家有興趣 就說他也想要來學 就是很多都是深受其害才會關注到這個足科 甚至我們也是蠻多客人會說 你們有沒有在加盟或直營 因為他可能以前出去外面處理過兩三年 甚至有一些人他到國外 他是先找人家正常都是 例如說我出國留學 我一定是先找住的 跟學校 那有一些人他還很特殊 他會先找修蛋糕的地方 才去決定他要住在哪裡 所以我們店蠻多遇到這種 就是因為自己的需求 那遇到我們之後他就會覺得說 你們沒有加盟 有沒有指引 有沒有在教 有沒有在學 而慢慢變成說 他原來外面是很多人有這個需求的 對 講回頭如果說真的感染非常嚴重的話 還是要先從醫院開始先 對不對 我們還是會建議 因為有時候應該是這樣子說 畢竟醫生有他的專業在 那我們其實最早之前 我自己本身也是從診所出來的 我自己本身也是在指甲 在診所裡面做指甲門診 那跟醫生合作跟配合 所以醫生他會安全用藥跟 協助顧客跟病患去做指甲的一些修整跟保護 那我們就是協助醫生的一個角色 其實講白一點就是 我們是在醫療端跟美甲的中間值 應該是說 我們協助美甲是不會的那一塊 跟我們 因為醫生其實他的時間也很寶貴 他不太個人會花一兩個小時 兩三個小時 去處理這個細節的部分 所以等於我們是協助醫療端 醫生的這一邊 但是醫生可以協助我們 對的一些安全用藥等等的部分 所以醫生他協助我們 那我們也協助美甲師 所以我自己把它取做叫正甲師 對我自己本來也是要做一個指甲的 未來教育的這一塊這樣子 對因為很多人希望我做教育 那我目前也是往這塊去努力者這樣子 對教育的部分 好謝謝我們慧玲老師 我們介紹我們的正甲這個創業 謝謝 謝謝